加冕世界杯冠军之后,梅西回到巴黎圣热曼。 接下来,巴黎将推进梅西的续约工作。 1月10日,西班牙马卡报透露, 未来几周之内,梅西的父亲豪尔赫将前往巴黎,商讨梅西的续约事宜。 巴黎,梅西都愿意签下续约合同。 巴黎圣热曼为世界冠军梅西准备了救世主级别的合同。 马卡报写道,尽管梅西的续约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宣布, 但球王留下来没有悬念。 世界杯之前,巴黎圣热曼就希望与梅西完成续约, 不过梅西希望等到世界杯之后再做决定。 马卡报指出,目前梅西续约的两大关键问题, 续约年限合同薪水,还需要进一步商讨。 巴黎方面相信这是一份难以拒绝的合同。 梅西新合同的年限有三种可能, 续约一年至2024,续约两年至2025, 签1加1合同。 梅西希望留在巴黎, 他在这里踢得很开心, 家人也适应了巴黎的生活。 巴黎圣热曼同样盼望梅西留下, 他是世界冠军队长, 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巨星之一。 2021年加盟巴黎圣热曼的梅西, 年薪为税后3000万欧元。 马卡报表示, 梅西成为世界冠军之后, 价值绝不止3000万欧元每年。 如果巴黎不涨工资训业梅西, 那就需要给梅西提供丰厚的签字费, 终成奖。 过去这一年, 加泰罗尼亚媒体巴萨俱乐部 制造梅西回归巴萨的舆论。 马卡报指出, 巴黎也有反击, 他们的口号是, 莱奥在巴黎退役。 如今的巴萨无力承担梅西的3000万欧元年薪, 梅西也不愿意与巴萨主席拉博尔塔 扯上任何关系。 马卡报给巴黎算账, 续约梅西, 巴黎只赚不亏。 梅西的到来, 为巴黎圣尔曼吸引了十家新的赞助商。 每家赞助商的赞助费, 从过去的300万到500万欧元每年, 涨到现在的500万到800万欧元每年。 这就可以覆盖一部分的梅西的薪水。 梅西让度部分肖像权给巴黎圣尔曼, 俱乐部获益巨大。 再加上球衣销量, 比赛日门票收入, 社交平台涨粉带来的红利, 梅西直接带来的收入远超过1亿个欧元。 还记得此前前国族主帅李皮 在谈到梅西与C罗的问题时, 他都会毫不吝啬地夸赞全力争胜的C罗。 C罗的精神是值得很多人学习, 不延弃,永远对胜利保持渴望。 他的职业生涯中, C罗也斩获了5座金球奖, 一度与梅西齐名。 在黄马, 更是连续三个赛季赢得欧冠军。 这样的成绩斐然。 在年度最佳的投票上, 李皮也是多次倾向C罗。 甚至说出过, C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射手。 他不允许自己失败, 是独一无二的。 足以看出他对C罗的喜欢。 其实想想也不奇怪, C罗那些年堪称神勇, 俱乐部与国家队都赢得了不错的荣誉。 上上届欧洲杯, 更是带领葡萄牙笑到了最后。 而梅西这边在巴萨遭遇难题, 连续多个赛季被逆转, 国家队也是多次倒在了决赛赛场。 很多球迷会说梅西不具备领袖气质, 他的境遇着实让梅西伤心不已。 离开巴萨之后, 梅西转战巴黎, 虽然他还未能帮助大巴黎赢得欧冠, 但国家队的梅西却一路高歌。 前年, 梅西带领阿根廷赢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洲杯。 这是继2008年奥运会之后, 梅西拿到了第一座成年阿根廷队的冠军奖杯。 随后, 他们击败意大利, 赢得了欧美杯。 好戏还未结束。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梅西神勇地带领一支青年军, 捧得了大理神杯。 这个含金量最足的足球冠军奖杯, 这是所有足球运动员的梦想。 谁能想到, 35岁的梅西能够由此表现, 由此成就。 他的领袖气质也在这一年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赢得世界杯之后, 也就意味着2023年的金球奖大概率被梅西收入囊中。 已经赢得七座金球奖的梅西, 即将完成八座加冕。 这是前无古人, 后也难有来者的成就。 金球奖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李皮也被梅西蛰伏。 他称, 梅西之后再无球王, 八座金球奖将重新定义下线。 也就是说, 李皮从心底被梅西蛰伏, 他也一转常态, 将梅西称为球王。 当然, 也不难理解, 如果球王的下线是八座金球奖, 这确实是难以达到的成就。 目前青年才俊当中, 姆巴佩表现神勇, 但已经24岁的姆巴佩还无金球奖。 即便未来几个赛季, 他一直保持接近最佳的表现, 也难保证拿到八座金球奖。 世界杯四年一届, 姆巴佩所处球队大巴黎, 更难在欧冠上有上加表现。 所以, 对于很多球员而言, 梅西确实是天花板的存在。 为何李皮的态度会迎来大转变呢? 从上赞斯伊罗为最佳, 到梅西是史无前例的球王, 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梅西在足球上的造诣 早该让质疑的人闭上嘴巴。 35岁的梅西, 一直在朝着心中理想前进。 他一直保持对冠军的渴望。 他在比赛中堪称无敌的表现, 足以让所有喜欢足球的人 都为他送上掌声, 李皮也不例外。 最后, 只能说绝代双胶时代已经过去, 希望斯伊罗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职业生涯。 而梅西仍在创造奇迹中前行。